在高雄市街头则出现了宛如电影场景般的警匪追逐惊险场面 有一个名偷车贼他拒绝远景蓝茶 骑着机车就一路逃窜 不只是高速还逆向闯红灯 那么就在车阵当中钻来钻去 警方也在后头紧紧跟随 最后小偷是被一步经过的车辆给撞击倒地 那么倒地之后他还对警察说自己怎么会这么倒霉呢 快走 警察一出声贺令 窃贼跑得更快 而且还冲入五幅路对向车道 窃贼家族玛丽一路蛇行 可是就是甩不掉 双方终于在人行道对峙 一个回转摩托车骑进向内 窃贼逃窜两三公里 却在这里栽了 摔得满脸是血还能立刻爬起来 可是已经跑不掉了 你这样爬来 你这样爬来 爬来 爬来我用手 爬下去 原来这名男子在法院开庭结束后 顺手偷车还喝酒 因为一路闯红灯被警方盯上 原警弃而不舍抓到窃贼 手脚擦伤 偷而自认倒霉 遇到这么猛的警察 连民众也大赞 勇紧一个 记者柯成浩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